通俗一点来说,各支季后代球队,都不会在三月一月之后跌强,除分伤病太多,连长季赛乐队上场的球员都不够,当然,这样的个例基本上等于零,有些时间经历人程。 本约时报记者Mark Stone报道,约尔洛基行录,曾考虑先向自由球员马尔金·戈塔特,但目前已如意签约,二月当日,交易,截止日当天,跨船宣布台队风南铁筹戈塔特,2014年向天,他和其才达成了五年六千万全美保障协议,本赛继承规策至今,戈塔特当时跨船的建首发, 厂均上场16.0分钟,得到5.0分5.6蓝板,1.4智光0.51帽,34次的波兰铁锤,早已不够当年之用。 想当年,年轻的戈塔特可以替堵或华德,动辄打出了双的风牌了。 即便如此,戈塔特仍然是自由市场上的相跌波,毕竟,与心倾向他,还是相当划算的。 但是,戈塔特也是有追求的,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总冠军。 2月22日,戈塔特在接受媒体谈访时透露,自己拒绝了多知球队的邀请。 其中,就包括了联盟战季第一的行律。 戈塔特说,如果我是我自己的经济人的话,我会强烈考虑竞争人士。 有时候,话真的不要说得太直烦,会再退很多人的。 如今,已经到了美国时间的三月一日,勇士方面基本确定,不会补强。 这有意味着戈塔特可能得到的总冠军戒指,还需要呢。 而米尔沃冰雄鹿,也不再对他感兴趣了。 看来,戈塔特真的该看自己了。 下图由Max by社交媒体截图